九二共識是1992年 今年是2014年 我們為什麼拿一個22年前的共識 來做為今天討論的基礎 22年過去我們還用一個 22年前的所謂一個共識 而且事實上後來那個共識就是 沒有共識的共識 那個共識就是說我們之間沒有共識 那個叫九二共識 所以第一點 九二共識的實質內容是什麼 我不知道 第二點 就算知道了 我非常懷疑一個22年前的東西 是不是能作為今天兩岸交流的基礎 所以我說與其在講共識不如說講價值 所以我才提出四個互相 互相認識 互相瞭解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 我相信兩岸在幾個原則 第一 基於政策的延續性 所以目前跟中國的交往的頻率跟深度都不改變 這第一條 第二 在互相認識 互相瞭解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的 前提之下 原則之下有沒有 在現有基礎之下繼續往前進 那雙方尋求更大的善意 然後在善意當中 去尋求未來的進一步的發展